花莲瑞税乡急增牧场被附近的农民投诉 牧场的畜牧废水 从排放管污水直接农田后 又流进旁边的农田水利会灌溉水泉 最后是排入了秀古兰溪 发出了阵阵的异味 质疑业者把没有处理的废水是直接的排出 对此业者范君彦表示 废水有配合环保局计划进行铺气发酵的处理 作为牧草区浇灌的肥料 对于溢流的部分会尽快地把水口堵住 防止液体流入外田 那周首期这两个月所拍到的影片 花莲县瑞税乡急增牧场附近的农民表示 从10月22号开始就发现牧场将饲养牛汁的粪水 直接排放到牧草田岭 污水不断地从滴出溢流到灌溉水泉 让原本清澈的水色 从排放口到下游都是黄色粪便 排放的时候会有味道 我们就刚好就看发现道 就赶快拍起来 味道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忍受 如果你今天要排放可以 可是你应该按照放流水的标准 这完全应该是没有处理 又浊又臭 应该是没有处理过 其正牧场占地大约有10公顷 总共饲养了900头乳牛 业者范君彦说 牧场近年陆续购买农地种植牛吃的牧草狼围草 种植面积大约5、6公顷 四处排放口都是直接排入牧草种植区当作肥料 由于农田的水路有互通 应该是连日降雨才会造成污水溢流 进入水温 他说近日会把缺口堵住防止水肥一流 我们这是已经处理过后再来排放的 然后主要就是合乎这个环保局的要求的基本排放水的标准 然后才来做浇灌 对对对对对 所以理论上我们 我们是不会直接把装到河里面去的 是要用作浇灌 然后这个缺失的部分我们会尽快赶快把它修上改善完成 环保局表示 经粪尿爪液招查资源化处理后的畜牧废水 可以合法浇灌农地 不算是水污染 然因民众反应恶臭影响环境卫生 将请业者改善 如果民众发现污染排放可采集污染水体 可以依照废弃物清理法灾罚 至于水污染防治法的灾罚部分 则需由环保局依照程序进行采样化验 记者高双双瑞瑟香采访报道